柳州的一个烂尾楼工地居然变成了菜地 这种场景我还是第一次看到啊 哈喽大家好我是阿乔 我现在广西柳州的柳东新区 可以看到我附近很多高楼在拔地而起 看到没有 因为这一片区域啊 是柳州重点发展的区域来的 但是我刚才走在路上 意外发现这一片啊 很多烂尾楼看到没有 为何重点发展的区域会存在烂尾楼 这是怎么回事 如果你也好奇也想了解的话 就点一下屏幕上的有用或者是大拇指 现在带大家去了解一下 前方就是这个工地的入口了 可以看到门口旁建起了几栋楼吧 但是这里面好像是刚刚好建起了框架 就停工了 我怎么还听到鸡叫声呢 这里面还养着鸡啊 我的天 可以看到这里面停工没有工人再细工了 摆放着各种的建筑材料 可以看到这个工地还是挺大的 我们换个角度看一下 可以看到这个工地真的是挺大的 后面还有着几栋烂尾楼啊 不知道这个楼盘的业主看到之后有何感受呢 如今这个社会最害怕就是买到烂尾房了 因为我们都知道买一套房是不容易的 要举全家之力 花光所有的积蓄才有可能买到一套房 但是如果烂尾的话 这种情况真的是让人欲哭无泪啊 这里面怎么还有一个大水塘呢 应该是当时打地基的时候来不及盖房 就下雨了 然后就积水成塘了 最了解这个线木叫做加盆中烟城 这个楼盘早在2016年6月份就开盘了 但是由于这个楼盘的基金长期的紧张 你是不得不在同年的10月份就被迫全面停工了 应该会有不少人觉得挺坑的吧 刚开盘售卖 然后不久就停工了 哇我还看到里面有人种菜 看到没有 太让我感到意外了 现在这个工地变成菜地了 真的是太牛了 这种情况我还是第一次见到啊 这个楼盘虽然是在2016年10月份全面停工 但是时隔三年吧 就是2019年 这个楼盘又复工了一次 但是的话好景不长 又过了没多久吧 它这个工地又全面停工了 一停就停到了现在 如今又过去了三年 对于这些楼房什么时候才能交付 也是一个未知数啊 好了这里就是柳州柳东新区的烂尾楼了 我看着的话觉得好可惜啊 但是一显到那些业主 肯定会欲哭无泪 房子不知道什么时候才现成 但是的话房贷 却每个月都要还 真的是挺憋屈的 好了大家看完之后有什么想说的吗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那这视频拍到这 我们上期见拜拜 拜拜